击打州董联会今天在双西大年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欲强滑小在土地所有权败诉之后面临的危机 董联会达成协议要以对话的方式和地主商谈 为了展现诚意 时间和地点都可以由对方来安排 不过为了赶上官司的上诉期限 双方必须在下个月12号之前谈妥 找到解决办法 一个容易承担的态度 来开诚布公 通过良好的沟通 合情 合理 以合法的原则 寻求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本着教育精神 校方希望地主能够再三考虑 玉强滑小董事长更建议 愿意在校园树立纪念碑 来纪念地主先贤 为滑教所做出的贡献 如果真的是能够 好好的解决着销地保留我们的销地 学校我们会做一个纪念品 还是做一个纪念 它的先贤的贡献 我们打赏它 做一个好像纪念牌 同向什么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愿意做 现阶段校方主要将寻求和地主会面 希望透过沟通能够找到双赢局面 但校方同时也会向法庭申请赞反令 并提出上诉 一旦沟通没结果 最后一步就是寻求州政府插手 不愿让玉强滑小60年的光景 轻易在此画下据点 NTP7击打采访不到 到最后一步的时间